台湾艺人柯振东在大陆染毒 目前已经被所谓的行政拘留第八天 然而在中国的购物网站上 竟然还出现了拍卖柯振东的同款拘留服 有网路卖家都受柯振东所穿的这个拘留衣服 更有不同的尺码来供您选择 相关的商品现在是疑似被下架了 然而专家就提醒吸毒的艺人确实做了不良示范 但也凸显了中国法治人权的恶况 包括要求艺人穿着拘留服 在镜头之前痛苦流涕自我的批判 没有在24小时内通知台湾方跟通知台湾的家属 另外也不应该出现不受正当程序规范的 所谓行政拘留这种法治后门